台湾是國 台湾是國 移民署前聚眾抗議 不滿永鋒於旗下 源泰科技投資的韓國廠官場後 在台抗議的韓籍人士遭遣返 竟帶著一籃籃雞蛋 淡洗移民署 警方多次舉牌警告 但抗議行動並未因此停止 民眾朝著移民署猛丟雞蛋 這發生在去年6月的抗議行動 其中無姓男子等3人 遭北檢疫妨害公務罪嫌起訴 但一省法官却認定丟雞蛋等行為 屬於言論自由保護範疇 判決三人無罪 群眾高級右手朝著移民署砸雞蛋 警方盾牌和前方人行道上 都是破碎蛋殼和蛋汁 但法官認為就動機而言 被告三人因無惡意 且抗議行動具有評判公眾議題的屬性 是屬於可受公平之事 且指向移民署辦公大樓 丟植雞蛋或蛋液 是國家對言論自由最大限度 維護範圍之內 政府機關疑於容忍 某程度還是要去取決於說 今天你的議題是不是具有公共利益 以及對於社會大眾輿論 以及政府監督的行程 有沒有幫助 如果是因為一些個人的訴求 或是跟公共利益較無關係 那這樣的行為就已經超過了 言論自由的範圍 而不會被法律所容許 面對無罪判決 移民署感到無奈 不願多做回應 只不過公共議題範圍 廣泛丟雞蛋的手段 是否逾越法律底線 法官新政見解不一定相同 法界人士擔心民眾以非理性手段訴求 卻不必負擔法律責任 恐怕助長歪風 誘罰更多暴力抗爭 解釋成交 溫斯漢特報道